最近不少人都谈论到有种新的新冠病毒叫XE 这种病毒其实之前的视频 我拍过一段关于所谓Deltacon病毒那段视频 有提及过这件事 大家如果想了解多一点 看完这条视频又可以再看那条视频 可以对照一下就会更加明白 既然大家都有兴趣 我今天再花点时间 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所谓的XE病毒是什么 其实所谓的XE病毒 就不是真的好像Alpha、Beta、Delta这些新病毒 因为如果真的有新的变种病毒那些 通常就用希腊字母来和它命名 但这个所谓的新病毒就叫XE 其实很明显就不是那些来的 其实XE只不过在Omicron底下的其中一个分支 大家首先要明白一样东西 就是Omicron不是一种病毒 Omicron是一个大家族的病毒 就是说它下面有很多兄弟姐妹 大家都是Omicron 但它中间有些分别 这件事其实是并不出奇的 就是以Delta病毒为例 现在很少Delta 因为完全被Omicron取代了 但在Delta没死之前 它都发展到有二百多个兄弟姐妹 但当时大家没有留意 这些XE病毒或兄弟病毒 是如何产生的呢 它主要是病毒洗牌效应的结果 就是说当两种病毒同时流行的话 那很多人就可能身体里面 就同时感染两类病毒 那可能一个是Omicron 一个是Delta 亦都可以一个是Omicron BAE1 另外一个就是Omicron BAE2 那两个一起感染的时候 当它在人体里面复制 它的遗传物质有时有些混合和混合之后 就会产生一个新的病毒 因为病毒的遗传物质 就决定了病毒的结构 感染特性 有诸内就形诸外 新产生的或者我们叫做混种的病毒 它的特性就跟原本那个叫做父母的病毒 可能有些不同 那这个XE简单说 它其实就是一种混种病毒 那它混在什么呢 第一就是Omicron BAE1 第二就是Omicron BAE 就是两种稍微不同的Omicron 就混在一起 形成的叫做XE 那弄统地说 它有三分一是BA1 它有三分二是BA2 而决定一个病毒 比如说感染的特性 传染力 引起病严严重 都是主要病毒的激蛋白 就是病毒表面一枝枝的黏在细胞的激蛋白 而这个XE病毒的激蛋白跟BA2是一样的 所以你都可以估计可能它的特性对比较近似是BA2 因为它三分二都是BA2 而且主要决定它特性的S蛋白又是BA2 实际上我们有些初步数字就发觉它 它似乎好像比BA2 就稍微再传染性高一点的 即是高10%左右 也不是很多 因为它怎样混合都是Omicron 所以我们相信 应该它的致病能力 是不是引起会严重的病 应该机会就不太高 我们相信它的特性就跟其他Omicron一样 如果你是打了针 打齐针的话 真的感染了XE病毒去变成严重的个案 要入院的风险 应该就不高 有人会问这个会不会取代了Omicron BA2 又变成新的最流行的那种物种 这个可能有机会 因为它比较有少少流行性高一点 不过这种病毒 我们发现它应该是今年1月16日 到现在似乎它都没有一个倾向 变成一个主流 当然我们都要继续留意的 不过暂时来说 这件事就不用特别担心 但我都提一提大家 然后你会不断听到有XE病毒 这样的洗牌病毒出来的 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 不要一有新出来 然后就担心 又是世界末日 大家要记得要怎么混 都是Omicron Omicron本质上 如果你打了针 基本上就不是特别担心 它X什么都好 打了预防针的话 变成重症的风险应该逃低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